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1957年红日在沿河开始连载 红日大家看过吗 红日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看的一本书 我大概是十五六岁的时候读的 那么当时觉得他对战争的这种描写的非常的深度 非常的惊险 很有吸引力 小说是描写连水来无 孟良故战役为故事线索 主要是描写我军与国民党王牌主力 74师多次集战最终获胜的经过 那么故事是开始于1947年升丘 我军在国民党主力74师的第二次进攻之下 被迫退出了连水县城 那么写的是这样一个背景 其实这个就是国民党74师师长张领埔 和我们华东野战军的一个决战 这个74师的张领埔 我后称是国民党的这个铁军的铁军师长 他这个师长是中将 大家知道吧 一般现在大家看 我一看那个电影这个风声 就知道他没有找高明的军事顾问 他里面的军衔都不对 军衔都不对 比如我们现在大家会知道师长 一般都大校 两个杠四个星 这个大校 你们现在都不懂什么军衔 就是说一般中将是一个什么 在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 现有的兵种当中 中将是相当于大区的副司令 一般军长是少将 军长是少将 但是张领埔是一个师长 是中将 大家知道 张志忠啊 张志忠啊 死的时候他是中将 但是呢 他追认他是上将 当时讲解释派人 其实呢 日本鬼子虽然非常残暴 但是对张志忠这么一个铁血的将军呢 被打死在战场上呢 他也不得不尊重他 给了他一个棺材 把他放在棺材里 他当时的讲解释派人送了上将的军服来 把他重新起官 给他穿上上将军服入战 那么张领埔是中将 所以当时呢 这个 我军这个 陈毅几次都是被 华东野战军的司令是陈毅 副司令是术毅 那么几次都是被张领埔打败 但是后来调集了几倍于他的兵力 几十个重队 重队围歼这个七十四师 终于把七十四师的这个打败 所以这是当时打败了七十四师之后 战胜了国民党王牌军 不可战胜神话 那个时候对解放军的士气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那么等一下我再可以跟大家谈一谈张领埔 为什么要调几十个重队去围攻张领埔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小说我觉得可能大家去看 我去跟大家解释 也很难解释 吴强是江苏人 就是江苏连水人 33年就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 参加过新四军 1939年陆党 解放战争期间 他就参加过来湖淮海的著名战役 解放后呢 立任了这个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 还当过上海市文联副主席 等等 1978年呢 他是算华东野战军的 苏狱的老部下 在苏狱关怀下才频繁复出 这是红日 我们那一辈的人 基本上没有 没有没有读过红日的 大家理解吗 那么这部小说呢 除了我刚才说的和杜芬城的保卫延安 那些艺术手法上有相近的之外 我觉得他的最突出吸引我的当时给我的感受啊 我是从个人的感受来讲的 是写了我军与敌军高级将领在战争中的表现 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 所以因为解放区以来的唯一的是强调为工农兵的方向 表现工农兵的作品 大都是表现普通群众 成功的多是农村题材 主角是普通农民 杜芬城写了保卫延安 写了彭德怀 但是着墨不多 但是红日里面呢 则有不少写到我军军部的情况 写到军长 副军长和师长的生活状况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特别崇拜这些军长啊 所以为什么这个小说那么吸引我们呢 我们那辈人的经验 就是哎哟 出现了这个军长 觉得这个军长都非常神秘 师长以上就大得不得了 还有一个知识分子师的梁副军长 副军长梁波 所以在他的身上呢 军人的果敢与文伦的书卷器 统一的相当和谐 那么小说甚至还写到 梁波的恋爱关系 这些都显示出这部作品 在表现战争生活时呢 更富有层次感 那么在叙事方面呢 这部作品呢结构紧凑 情节张弛有序 战争气氛的营造的浓郁而细致 所以激烈的战斗与宁静的间隔 都处理的妥贴恰当 这显示了作者 颇为精淡的艺术手法 所以这部作品应该可以看成是 这一时期写战争 最成熟与成功的作品 特别是他通过 对几位高级将领的描写 试图塑造一种新型的 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形象 也是在这些人物身上 不只有朴实粗语的勇闻 还有智慧卢雅细致 在五四以来已经逐渐消失了的那种情调 在这部描写 集结战斗的作品中 居然有所流露 所以也使这部作品在思想内涵 与艺术表现方面呢 具有相当的丰富性 当然小说伊朗表现了战争的残酷 对于血淋灵的场面本身的宣揽 以及胜利之后的狂喜 似乎都少了点 对战争本身的反思 也见不出必要的人道情怀 但这是革命文艺普遍存在的问题 属于历史之局限 因为在那个年代 战争被划定为正义与非正义 人道主义情怀只对革命人民才可产生 所以不能说是这部作品独有的缺陷 那么当时的那种战争 解放战争的惨烈 那是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人 战争上尸体遍野 都是几万几万几十万几十万的死去 所以这些小说 写出的那些场面都是非常残酷的 非常残酷的 那么我们今天已经很难 从一种人道的反思的角度 对这些战争说三道四 因为还有某种政治的一种标准在那里 因为这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 死掉的也是中国人 所以这就是战争 这个是张灵甫 大家看 当时我们读小说中的觉得张灵甫是一个焦横 焦身云义 这个非常焦横的这样一个人 张灵甫 我还要讲一个 张灵甫是你们北大的 你们的曾经是你们的师兄 1923年考入北大历史系 所以大家会发现 现在中国历史上 有点作为的人 怎么都跟北大发生点关系 是吧 好人坏人都是这样 是吧 他是1923年考入北大历史系 那么少年的时代 张灵甫就写了一首好字 上的时候他在一个庙前的临摹那个碑体 当时有人传到这个渔幼论那里 渔幼论大家知道 当时中国书法 这个海内 海内外 这个名声非常大 听说有一个少年 写了一首好字 去看他写字 当场 把他惊叹为这个天才 他说这个 真是非常 对他非常非常敬佩 张灵甫在今天来看 都是一个堂堂仪表 身高一米八六 对 在座呢 如果 如果是 但是 在我们当年 我少年的时候 读文学作品的时候 它是一个面目非常丑陋的 蒋斐方 但是关于他 为什么我要提到他呢 因为我们的文学作品 特别对我们这代人 以及你们呢 对历史 对看着战争呢 都不太熟悉 那么现在呢 你们又面临着 看了大量的电视剧 好像国民党的形象 都发生了变化 我觉得要完成这个转变呢 你们可能很困难 是吧 你会很困惑 所以这里呢 我们应该要 我也觉得我们现在的 电影电视呢 也相对来说 更尊重历史一点 特别是讲到 抗日战争 是吧 国民党反动派呢 它不再是那种 轻面鸟牙 是吧 就是我们 还原于他们一些 人的这样一种特性 是吧 那么在 他们 作为一个青年的中国人 是吧 作为一个青年的中国军人 在他们的人生的道路上 比如他们选择了 蒋介石 追随蒋介石 所以 最后走上了 自觉与人民的道路 是吧 然后你像这个 张灵府死的时候 四十五岁 是吧 暂死在这个闷娘顾上 但是他是九死一生 他 在看着战争的时候 他是抗日民将 所以 张灵府 一直是作为一个丑角 在红日的小说中 在我们这本中 是作为一个 丑恶的人物的形象 来出现 我觉得这对他 有点不公平 他是为 抗日战争 他是留下了汉马功劳 是吧 他是一个 非常英勇的 当时是 是称为 抗日英雄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一点 我们应该尊重历史 同时尊重了 为中华民族的 这样一个 威王 是吧 浴血奋战过的军人 我觉得我们要尊重 这套历史 否则我们对历史 太不尊重了 因为留在我这一代人 心目中的形象 张灵府是非常丑陋的 我觉得这对他不公平 所以 那么这里我稍微提一下 张灵府 当然红日大家要读 是吧 对我军的这种英勇 大家要 一定要接受 是吧 一定要学习 这个 大欧位的 无产级的革命精神 但是呢 我们要去看到张灵府 他在看仗期间 他为中华民族 浴血奋战的 这样一个历史 他是在 王耀武的 麾下的 对日寇南征北战 经历应战的 恶战无数 书写下了 自己人生中 最为风光的一页 1937年 他就参加著名的 八一山 户松保卫战 松户保卫战 家庭作战的时候呢 杀红眼的张灵府 甩掉上身的军服啊 光着棒子啊 抱着机枪 跳出战口 身先四处 带领一百多名 赶死队 迎头痛击 杀到日寇 丢盔弃甲 打死 打伤日寇 八百多人 1937年 张灵府率领 三零五团 在存化附近的 构筑阵地 阻击日军 张灵府的左臂 重担 富山 不下火线 当时是扎着 索臂 1938年5月 张灵府率领 三零五团 参加 蓝峰会战 三翼战 共剑战 三王本渔轮 1938年 万家岭大战 已是 少将旅长的张灵府 轻率一支 突击队 仿效三国的 邓爱 大家都知道 邓爱的故事 青砖出发 穿过艰险的 深山峡谷 飞多张古山 清零死线 指挥的他 身中七块弹片 鲜血直流 没有退下火线 张古山的攻取 封死了日军 1060团的最后退路 该师团 最终全军覆没 这是八年 抗战中 唯一一次 全歼日军 一个师团的战力 这个战斗中 张灵府是立下了 非常大的功劳的 1939年 张灵府率部参加南昌会战 右腿被日军机枪的两颗子弹扫中 受了重伤 从此留下残疾 人送外号 剥腿将军 那么他当时虽然已经在香港养伤了 但是看到报纸上说 所有军人都不能离开大陆的战场养伤 他拔掉针头 本来孩子一个月他就能够痊愈了 但是他重返战场 所以大家 他一直是这样自己长脊 拖了一条长腿 一直在战场上 南征北战 南征北战是我军 那么1941年的张灵府代理58师师长 参加上高会战 与日军血战11日 重创日军34师团 33师团 74师军三万万余论 1941年第二次长山会战 日军调集南京大屠杀的元凶第60师团 精略的第30师团 以及44师团围攻74师军 在永安58师孤军奋战 重创日军 58师在第二次残杀会战中 参战官民约11900人 三网超过40% 其中阵亡将士将近10% 1941年10月 张灵府接论58师师长 1942年6月 张灵府率58师 与日军血战3日 击毙敌86年 连队的大队长 这都是当时 看战中的重要的事件 那么43年58师 与51师携手打击 日军独立混成第17旅和第30师团 重创日军 那么张灵府58师 主力收复公安 1943年11月 常德会战 常德会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役 张灵府是作为主力 与51师携手歼灭 热军南京大屠杀元凶 13师团大步 就是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民的耻辱 是吧 那么为暴露我们民族血仇的 张灵府立下了汗马功劳 是吧 就是南京大屠杀的那些元凶 是谁把他们灭掉的呢 是张灵府当时率58师和51师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忘记 是吧 他们确实是为中华民族的尊严 他们浴血分战 那么 但是长沙这个会战 这个是国军是失败 但是 即使这样张灵府还被 受兴 他还是因为浴血分战 也重创了日军 但是58师伤亡重大 那么1944年呢 张灵府受勋 这个 受过很多勋战了 这个 那么其实在整个看着战争期间呢 我们现在你们受的教育 以及我这辈子受的教育 都说是 蒋介石不抵抗 直接败退 是吧 这个日军的长驱直路 最后是共产党 浴血分战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 国民党为这个抗击日军 是奋勇抗击 那个时候的中华儿女 是热血沸腾的 是浴血奋战的 我觉得这是 我们民族的一种骄傲 所以我们今天看起来觉得 我们民族非常屈辱 是吧 我们觉得怎么看着战争 我们被日本打成那样了 是吧 但实际上 大家知道国军 看着战争牺牲了多少人吗 知道了几个手 哪一位知道 那个时候也是中国的军队 中国的军队死了多少 每一个知道 有吗 猜一下多少 死了321万人 国民党的军队 国民党的军队 将军以上的死了200多人 所以呢 应该说是中华民族 我今天不从党派的角度 去理解这个 我是觉得 我们中华民族的儿女 是吧 他们是非常应酷的 非常顽强的 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来保卫中华民族的 我觉得这一点 这段历史是我们中国人书写的 我觉得 虽然说我们这个 在看见日寇的过程当中的 人民确实遭受了 非常大的这种痛苦 是吧 但是呢 我们中华民族是应用抵抗